好 回來之後我們來討論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從來就不只是一家企業而已 它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台灣的精神 台灣的護國神山 但是現在很多人想叫它美積電 它被拆解到美國去了 這題我們討論過好多次 每一次流量都很高 這顯示我們台灣人心中 有滿滿的不安 滿滿的焦慮 跟滿滿的疑問 那三難米要到美國這件事情 之前都是傳聞 但是張忠謀親口證實了 他在從IPAC回來之後的記者會當中 他親口證實這個事情 稍後我想討論一下 親口證實這件事情 因為台積電三難米高階制程到美國 這是一件天大地大非常大的事 王美花都沒有講 蔡英文都沒有講 通通沒有講 如果不是張忠謀講的話 我們都還不知道 那為什麼張忠謀要講 他也可以選擇不講 為什麼在選前倒數的時刻 張忠謀把這個訊息丟出來 我就想到他之前 馬不停蹄地上了好多美國媒體的訪問 就直接告訴美國人 包括直接告訴裴洛西 這個台積電不適合到美國 因為光是從成本來看就不合適 大概成本不是暴增5% 50% 多50%的成本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訊息要加在一起看 第一個 三難米到美國高階制程 七難米也是高階制程 在高雄卻暫緩 在美國的趕快去 在台灣的高階制程趕快停 很多網友都在講 這是一個開戰的前奏曲 是不是有這個感覺 為什麼呢 本來這個七難米模模糊糊的 好像要到高雄沒有證實沒有否認 又被認為是一個民進黨的選情大力多 對不對 但是後來台積電的老闆就出來講 沒有 那當然了 民進黨不講這個 民進黨只講 哇高雄28難米已經發包了 但是不去強調 七難米是暫時延後 但是七難米是高階制程 大家知道嘛 三難米也是 那高雄的七難米要停 但是三難米趕快到美國 可能還不止三難米 所以這個佐老師你怎麼看 很多網友都在講 在這個兩個對照裡面 是不是聞到一點 真的要開戰 真的開戰的FU嗎 還有你怎麼看 張忠謀直接告訴大家 台積電最先進的三難米要到美國去 蔡英文沒有講 王美花沒有講 她也可以不要講 但她就直接告訴你有講 你看台積電晚上回應也不敢證實 目前沒有進一步消息 因為張忠謀退休了嘛 她比較沒有顧忌 那台積電當然擔心得罪當道等等 台積電到現在還是不講 你怎麼看 當然一種推測就是認為說 她這個是要給政府施加壓力 就是說照台積電 董事長劉德英 以及張忠謀之前的講法 他們認為台積電是不適合到美國去的 那很顯然美國這邊的壓力很大 這個壓力不只是給台積電 也是給我們的政府 所以她這個等於是把這個球呢 推回去給政府 就是說那你政府現在要採取什麼樣的做法 來保護台積電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如果台積電真的到美國去以後 半導體的成本就會上升 這個當然對台積電在全球的競爭力 會帶來影響 當然她也擔心 台積電未來會不會走上 像日本東芝當年的 當年的東芝半導體一樣 在美國的這個強硬作為之下 逐漸失去了競爭力 最後退出了半導體的市場 我想這是現在大家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我認為在選前這個時刻 其實是值得我們全面的來看待 半導體在台灣產業中的一個角色 其實我們經常講台積電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但是如果你去看全世界前十名的半導體公司 台灣只有一家入選 就是台積電 美國有六家 中國大陸也有一家 所以其實台灣的半導體是台積電一支獨秀 我們有很多其他不錯的公司 比如像上游的聯發科 比如像下游封裝的日月光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漏洞 我們還有在半導體整個產業列上 有很多不足的 比如像它的這個設計軟體 比如像它的這個製造設備 這些我們還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認為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哪裡 更大的問題是我們的產業已經高度集中在半導體 高度集中在電子業 這才是為什麼當台積電要離開台灣的時候 我們有這麼強的一個恐慌 因為我們今天在看這個問題 不能只看台積電這家公司 甚至不能只看半導體這個產業 好 我也問一下大千 這兩個訊息加在一起 你真的覺得有開戰的Fu嗎 3奈米趕快到美國去 但高雄7奈米要暫緩 當7奈米暫緩 表面上的理由是說 現在需求量沒有那麼大等等之類的 那另一頭我還是想再討論一個 就是這個張忠謀 這個一位90歲老人的這個心理化 他為什麼在選情要丟出這個訊息 說實話這個訊息 對民進黨的選情是不利的 是不利的 很多台灣人超級驕傲 你看包括經濟部長王美花 還有他老公 這個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都在立法院被問到這個問題 兩個人的口徑一致 王美花說什麼呢 這個台積電國內生產佔9成 每日只有佔一小部分 反正意思就告訴大家 沒關係啦很多啦 到美國去一點 到日本去一點沒有關係啦 那顧力熊也是這樣 台灣半導體在這10年來 是不可能被取代的安心啦 意思也是告訴大家 去美國沒關係啦 都沒有關係 網友非常憤怒 已經搬去美國了 誰理你 美國冒號嗯嗯 我先搬走了 矽頓都搬家了 只剩下空殼子 你在說什麼呢 還有網友說這段夫妻 就是搞爛國家的幫凶 以及PTT上呢 今天有個問卦也很夯哦 有人料到嗎 矽頓竟然是被美國爸爸瓦解的 都說我們台灣根本不用怕 大陸打來 又沒有矽頓對不對 護國神山 但矽頓是被美國爸爸拆掉 是不是也很諷刺 網友說 自以為是盟國的美國 反而傷台灣最深 台積電在美國真的做得下去嗎 也有網友在問哦 網友說台積電 最關鍵的秘密就是新鮮的肝 哈哈 美國有這麼多新鮮的肝嗎 水土浮不浮呢 但當然啦 美國成一十足 祖不是發了好多綠卡嗎 所以工程師吸加代券 台積電之前還開出條件嘛 對不對 什麼小孩從出生到什麼高中 還是到什麼都是免費的 然後有福利非常非常的好哦 你怎麼看待 我們的人才都跑光了 然後這對夫妻告訴大家 沒關係沒關係 三奈米急厚厚的去 聽說未來可能還不止三奈米 我先講張宗謀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刻做這樣的發言 我覺得張宗謀是一個 很有智慧的企業家 那麼他對台灣的政治 也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就是說以他 這麼一個老謀深算的人 他在這麼敏感的時刻 做這樣的談話 他應該可以理解得到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後續的效果 或者引發什麼樣的一個連鎖反應 可是他仍然挑著在選舉前夕 來做這樣的發言 其實無疑就是 想先把這件事情講破嘛 對台積電的這個 投入這麼深的張宗謀來講 我相信他一定不願意看到 台積電所有的先進製程 都跑到美國去 3奈米算是很先進的先進製程 現在雖然講說1奈米 但是1奈米到現在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個影子 有沒有做實質的規劃 都還不能確定 所以如果大家要看 連7奈米都叫先進製程了 你說3奈米還不夠先進嗎 這對台積電來講 這是情何以堪的事情 我們有什麼必要把我台積電 最先進的製程移到美國去 移到美國去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我的人才 代表的是我相關的SOP 通通都在美國的手上了 所以在所謂的商業競爭的過程當中 如果今天沒有國際政治因素存在 台積電在商延商 他絕對不可能會把他的先進製程 搬到國外去了 那麼我相信張周某也不願意幹這件事 那你更不要提到說 美國對於先進製程 有沒有這麼多的這個 可以保持良率的這些工程師 因為張周某不只一次講過 台積電之所以在相關的製程上 能夠領先全球 是因為我們的良率好 我們的良率高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有一批 台積電真正最重要的資產 是負責管理良率的這些工程師 這些工程師的數量是有限的 他不能夠無限複製 所以當這些工程師 是去了美國這代表什麼 代表台灣就沒有了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3奈米去了美國 就代表台灣沒有3奈米了 那怎麼樣以後 台灣都只能賣28奈米的 這些比較普通的晶片 大千你知道嗎 你看網友很有幽默感 高雄現在7奈米暫緩 沒關係啊 民進黨宣傳就是28奈米已經發包了 網友說什麼28大於3啊 28大於3 數字很大 符合高雄期待 28奈米留暖室啊 有小學程度的人 你們都會知道啊 28大於7大於3啊 對不對 所以高雄贏了 高雄超過美國 綠畜 一個28奈米等於 9個3奈米 93270很好 比大家小28大於3 台積電還是照顧高雄 你知道這些大家全部都在拿這個數字 開玩笑 28奈米高雄真的贏了 所以台灣人民並不笨 因為在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 台積電或者是這個金融代工 是台灣民眾 大家很關切的一個議題 所以一般的民眾都知道 28跟7跟3 到底差別在哪裡 對 那麼因此我說 王美花跟顧綠熊兩個根本就是在鬼扯 王美花說什麼 他說先進制成會留在台灣 那你3奈米為什麼不留在台灣呢 對啊 你為什麼不把28奈米在高雄 發包的那個送到亞利桑那州去呢 你既然連7奈米也不見了 3奈米也跑了 那我們台灣留下一個28奈米到底有什麼用啊 他會不會也以為28大於3啊 對 我就 當然如果他連這樣的東西都看不懂的話 那這個經濟部長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米蟲的階級了 但是顧綠熊講的也是一樣的這個 鬼扯的話 所以這對夫妻講的話 都只有一個這個目的 就是繼續掩護美國老大哥 繼續掩護美國老大哥的陰謀 繼續掩護美國老大哥的計畫 把台積電所有的重要資產 一批一批的陸續的移到了美國去嘛 所以剛才秀方講說這是不是開戰的前奏 當然外界會有另外一種解讀 為什麼會覺得說這樣台灣的情勢 是不是比較越來越危險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你現在看到的不是美國把軍備送到我們這裡來 因為美國現在還沒有軍備 他的軍備都去烏克蘭了 可是你看到的是美國一直從我們這邊撤人 對 這才是大家恐慌的事嘛 你為什麼這麼急的撤人 一批一批的撤人 這個幾百幾百的把這些工程師 西加代軍全部都撤到美國去了 然後你連三大米也要搬到美國去了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你認為台灣守不住了 所以你要把所有這個相關的先進制權 都抱在你美國自己的手裡 你不要留在一個危險的這個四戰之地的台灣 這樣看起來 當然大家就會認為說 你美國對於台灣對於台海 根本就沒有任何的信心可言 這是個開戰前的準備嘛對不對 好 那張宗某這些談話非常的重要 特別是在選前 他說晶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品 大家都知道嘛 恐怕最近才知道 但是最近才醒悟過來 嫉妒的人很多 嫉妒什麼呢 嫉妒我們台灣生產的這麼好 這麼多晶片的人很多 羨慕的人也很多 所以為了各種理由 為了國家安全 為了賺錢也好 希望在他們的國家也生產晶片 我這次去APEC好幾個國家都說 希望我們去他們的國家生產晶片 沒有錯 日本 美國等等 在APEC演講 他也說以晶片為例 幾乎所有減少的成本 都可歸因於供應鏈的創新 與效率 犧牲供應鏈的創新與效率 就是減緩晶片對國家安全 還有經濟成長的貢獻 張宗某的談話說實在真的蠻有深意的 蠻有深意的 他不會直接對撞政府 但是由他去在選前公布這個訊息 真的對民進黨的選情就是不利 所以今天下午 朱凱翔用張宗某打臉蔡英文 打臉民進黨來形容 當然了 我認為這不是張宗某的風格 但是我相信他心裡面的話 他要講出來 特別是他在之前 他就不斷地積極地接受美國媒體的訪問 這跟他的個人風格是非常不符合的 張宗某過去很少很少接受訪問 但他那次馬不停蹄接受好幾個 而且都是美國媒體的訪問 在裴洛西的晚宴當中 他也直接告訴裴洛西 但是結果通通都沒用 所以在選前 明知道這個訊息會重創民進黨的選情 他還是選擇要講 蔡英文沒有講 王美花沒有講 張宗某講了 連台積電都不敢講 好